各位海内外的观人朋友 请多多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更有信心 更有力量为台湾加油 多做一点事情 希望我们的会员数可以越来越多 因为会员数越来越多 我们才能够为台湾发生的勇气 可以越来越强 而我们的团队的士气 也才能够更高昂的 为台湾加油持续打拼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成为我们的靠山 各位海内外的观人朋友 在今天是2月7号 在星期三 接下来过年之前 引起民众的恐慌 是台中市政府 他们在2月2号宣布 他们抽检发现 台糖的猪肉含有瘦肉筋 不过事后负检 屡屡出现 有屡检 那么零检出 但今天又有最新的发展 整体来说 这个事情可以说是 陷入了一场罗生门 尤其是这两天 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这几天有人质疑 台中市政府 检验出了问题 那过早公布 不给相关的厂商 申附的机会 这种以厂商利益 为优先的指责 完全忽视的人民的 食品健康的问题 不过检验出了问题 没有立即警示百姓 只是为了让厂商 有时间自行来处理 等于是牺牲老百姓的健康 这种本末导致指责 让他感到非常气愤跟不解 你听到了这是 身为台中市长 卢秀燕他的看法 但是另一方面呢 身为卫福部的政务次长 王毕胜提出台中市政府 在这个事情里头 也有五大荒谬的地方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 特别来宾来看看 因为对这个事情 其实我相当有感 我的有感是 从事情发生的过程里 让我联想到 这是在2023年 进口鸡蛋的事件的翻版吗 台湾面对很多的事情 应该第一个会想到 他的事实是什么 他的真相是什么 可是我们往往在真相 未明的时候呢 谣言甚至呢 错假新闻满天飞 当真相出来 面对你的时候 很多老百姓选择 不愿相信真相 宁愿相信过去 所呈现的一些谣言 这个是为什么 对于进口鸡蛋 当时所发生 许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呢开始造谣 而且包括了学者专家 包括了医生 这些造谣人 不仅没有付出代价 让当时整个市场大乱 让进口鸡蛋崩跌 很多人不敢买了 可能是土耳其的蛋 结果变成是巴西的蛋 然后呢 后来发现 林北好油原来 在全部的过程里头 自导自演 卫福部 那个时候的农业部部长 陈其中也因此下台 可是造谣的人呢 反而后来上位 这里头包括了 后来当选立法委员的 许巧新 台湾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台湾是蔓延一个 不求真相的一个岛屿吗 甚至台湾已经被 谣言所淹没了吗 我没有说在这个 台中市政府检验的过程里头 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谣言 但是里多的疑点 一般 一般的老百姓 可以容易判断了 这个事情里头 我邀请到这几位 包括了民进党中央政策的执行长 王毅川 还有呢 前这个陆军上教于北辰 还有仗义上大哥 三位为我们好好的解析 来 义川兄 武安 好 巧新姐好 大家好 是来 将军 巧新武安 大家武安 义川 巧新武安 大家武安 来这个义川兄 你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你自己在台中市政府 有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卢学院站出来讲话了 其实包括了蒋万安讲话 这两位指标性人物呢 其实带头讲话 有非常多的一个面向 可以去参考 蒋万安说我们应该不让吹哨者 噤声 不能让他噤声 他是一个市警 蒋万安你搞清楚什么叫吹哨者吗 台中市政府有责任 有权力去进行抽验 突然之间变成吹哨者 蒋万安你头壳真的是有问题 来 整体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看 这个是我们先讲事实 事实就是台中市政府 去超商检验了一盒猪肉 那验出来有含了这个部分的 这个瘦肉精的成分这是第一个事实 那我不会说他这去验的这一个东西 是故意验错或者是造假数据 这不会对公务员来说 他没必要做这种事 好那这事情一发生之后呢 他旁边的那几盒也通通被收走了 那台中其他超商的也都下架被收走了 然后呢包括到新北台北桃源宜兰台南高雄 这种的这个同一批啊就是说迪亚起借会嘛 借会台然后借会包装然后就分出去 这些县市都去验大家都去验 因为都被下架了嘛都去验 那验的结果呢到今天验的结果是298盒 验出来是零减除 就是台中那一盒减除了就这样 我先讲的这都是事实 那这一团还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跟宜兰 跟桃源就所谓的共民党执政县市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为什么他只有那一盒 别人都没事 那这家厂商那叫台糖 那台糖就去找说 那这个猪啊养猪的环境有没有这件事 这一查没有 那他吃的飼料有没有 没有 那他杀完那个屠宰完猪之后的包装厂 有没有也没有 那所以全部验完都没有 那这时候当然这个卫福部食药署就要进场 那食药署一进场呢 他就把这一些大家下架的这些拿去验 验完也没有 好那台中市政府卢秀恩就出来说 我们验的就是有 我们验的就是有 那我不会说卢秀恩讲这句话有什么错 因为他们的卫生局验出来 就是有 那他当然讲有 那有是这个数字跟什么 临界值误差值什么什么仪器什么值 那这个是科学问题 这个我们不讨论 那接下来就说只有这一盒有 别人没有 那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那这就需要专家 这不是用吵架的 那这也不能说我台中就是有 所以台中就是猪货不能吃 也不是 这事情看起来就这样 这一盒的旁边没事 他的上下没事 就他为这个猪费 非常不合理 对就说他的上下 非常不合理 非常怪异 喂他的 包杀他的 包装他的 这个都没事 对 然后他旁边的 不管扩展到新北台北桃源 这个也都没事 对 那大家就要讨论 那为什么这一盒有事 对 好那这一盒有事 就这一盒有事吗 那社会就不用恐慌 就社会不用恐慌说 那我接下来去买猪肉会不会有事 我去买台糖的同一个产品会不会有事 我去买台糖的其他产品会不会有事 那个是类似火锅肉片 它是肉片 那我如果去买台糖的猪脚会不会有事 这一个大家可以停了 就说这件事情不会有事 但是现在接下来就是科学 要去解决说 那为什么这一盒有事 那就回到说 这一盒验出来有事 是那个机器验出来有数字吗 那一个就是那个机器是不是有问题吗 第二个那个 那个验的那个培牙皿啊 就是那个东西 它一大片肉 可是它可能只有切一点点出来验嘛 那切一点点出来验的那个 那个夹子有没有事 那个培牙皿有没有事 那放下去 验的时候那台机器本身 是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是科学 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在外面可以讨论 这个是有专门在做检验的人员 他们就会去判断说 他以前做这种检验 有没有发生过 奇怪了 这为什么就只有这个实验室有 有验得出来 别人都验不出来 是他有问题 还是我们大家都有问题吗 所以台湾人这一次 在过年期间 大家不用担心 你买的猪肉基本上没事 我也是 国民党很多执政县市第一时间全部下架 对 下架现在验出来就没有嘛 所以你刚刚讲说蒋万安出来讲 这蒋万安你太急了 这种食安的问题就是 我同意你可以下架 这个没有问题 就说站在相关的规定 你是可以下架 但是你不用这么早下定论 我们回顾一件事情就是说 过年期间都会有人去验香菇 对不对 验高丽菜 然后他就公布说 在哪一条路上的什么店 验出那个香菇有什么什么 验出高丽菜有什么 新闻跑过去就跑过去了嘛 对 就是一间的 我们一间不要去买 我们买北京的 对 但是如果把某一间的那个香菇 说它有过度的农药 解释成全台湾的香菇都有农药 大家过年都不要吃香菇 那就过头了 所以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讲说 那你那个卫福部那个王毕胜 你要不要下台 我想想说 叫王毕胜是那一关的 王毕胜是卫福部 这有点类似什么 就那里火灾了 然后那个消防队的去灭火 去灭火 灭完之后有人进去勘验说 这个为什么火灾 火灾是要成因调查 结果呢调查 这个你现在去骂那个消防队了 说你为什么灭成这样 第二个 你去里面做火灾调查的 那些人被你告 奇怪 他们可以不要去救你吗 他们可以不要去灭火吗 豬肉不是王毕胜生产的 王毕胜不是那间公司的当时有党总经理 你硬要扯到卫福部的次长 目的何在啊 这只是政治嘛 这只是政治嘛 所以回到专业上来讨论就是 实验室里头为什么会验出这样子 298都没事 就是这一盒有事 这个要专业者出来解释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事情不会再蔓延 来 希望不要再蔓延 但是全面下降的结果 你觉得社会不会因此动荡 民众不会因此恐慌吗 我觉得这呈现起个荒谬的一个常识新闻 刚刚一川兄讲得非常清楚 你不太可能 你如果真的污染的话 你的猪肉整体那整个地 我怎么可能只有一块呢 不太可能嘛 那所以回过头来 中央跟你地方有呈现矛盾 或者是中央在今天验出的0.0001 那其他都是零减出的话 照道理 第一个台中市政府 你的检验公布的程序 有没有问题 还是说反正我就是检出来我就要告知 不是喔 你这个告知是不负责任的喔 第三方 要第三方的复验 因为科学东西 你要第三方的复验去check之后 我才能够对外去公布 为什么 他刚刚提到几个关键性点 你到底 你这一个样本你在哪里采 你什么时间 中间所接受的一个过程 都让人家觉得 我要去确认你的检验有没有任何问题 你跟我说我又在第二次 你同一批人同样的方法 在同一个地点 有就有嘛 你应该换另外一批人 才去进行检验 可是台中市政府 其实没有做这些 来这个整体的发展 将军你自己怎么看 我讲吹哨哨 跟让全民恐慌 只有一线资格 什么叫吹哨哨 我验出来了非常精准 然后我公布之后 各县市去验都有 这叫吹哨哨 那如果你验出来有 各县市去验都没有 这是乌龙爆料 这是乌龙爆料 说没有啊 那是吹哨哨哨 我们从吹哨哨的定义 就是有那么多猪肉在那里 然后我当吹哨哨哨 我就打电话说 我跟你讲 那一家店里头的哪一盒 有问题 因为我在里面工作 因为我有运送 我有看到他们 在里面做了什么事 然后他去检举 他才是吹哨哨哨 没错 现在那个生产的东西 然后台中市政府拿去验 台中市政府也不是吹哨哨哨 不是不是 你是一个验的主管 他利息先到国防部的福利社 当然 所以怎么会是吹哨哨哨 讲话完全搞不清楚 吹哨哨哨的定义不是这样 这样反而是让过年前 大家对于猪肉的信用 产生了一个所谓破灭 那我讲 这跟国民党当时要推的事情也不对 国民党当时推所谓的零来季减粗 是对于进口的猪肉 这是本土猪肉 我们那段时间在进口猪肉 我们要强调的是台湾猪 台湾猪安全 你现在不是在针对上个议题 就是说2020年 所谓的来季零减粗 进口猪肉 这是台湾土产的台糖猪肉 那你怎么会有这种爆料 这个爆料跟你上一次的四大公投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爆出来是真的是恐惧吗 还是因为建立了欣喜 我讲保险公司 有帮很多人保什么 保癌症险 所以通常客户 如果例行的健康检查 检出来了 我离癌了 保险公司会跟他讲 你先不要紧张 先不要紧张 到第二家再去验 没错 对 不要说我在这家 检出来了我癌症 我好难过 万念俱灰 开始交代后事 然后保险公司会跟你讲 不要慌 再到第二家去验 那很多的 这个投保者就会讲说 你这个保险公司黑心无良 我都离癌了 你还叫我到第二家去验 难道要伤害第二次造成吗 那就有过 投保的客户 到了第二家去验是没问题 没错 然后再到第三家去验 也没问题 那就回头到第一家 有的时候 是真的是检验程序出了问题 第三方 第三方的认证非常重要 是 你不能单一的检验 你就认为是 它就是对的 它就是真相 你要把这一批 全部再找一份来 然后找第三方 再验一次 如果也有 那这个嫌疑就大 那如果说这一批不行 你整条生产线 从养猪的饲料到杀猪到包装到上市 整条线要去检查 那你不觉得这个事情 于将军 你不觉得不太合理吗 我们养一头猪 猪是切很多的部位 你怎么可能只有一块有呢 那当然不可能 然后呢 你如果真的好 这只猪被胃有这种瘦肉精的饲料 饲料 这个饲料好了 这种瘦肉精 我这么多头猪 你知道所有猪 养猪场都这样 我只胃给这一头猪 那不可能 是吗 这头猪不可能客制化的使用 所以你不觉得为什么 全台湾 没有一个地方验出 只有台中市卫生局 验出还只有那块肉 那块肉 那一盒 那一块肉可以切成 很多块 20盒 因为它是很薄的肉 对 但是只有那一盒 那一盒 那一盒 不是那一整个柜子上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合理 很奇怪吗 还有 台中市政府 我知道这种 这么简单的尝试 你应该有更多的疑点 要去把它理清 当然 他就说我有责任 我立刻就告诉观众 台中市政府 你觉得不怪吗 如果不是 没有问题吗 如果不是建立的欣喜 就是大惊小怪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西布克罗 这种瘦肉精 很贵 昨天我们有请教一个台大序幕系的教授 他说 它的价钱 西布克罗价钱 跟黄金差不多 跟黄金差不多 难道有某一只猪 为它食用的是所谓的客制化的饰料 加入这么昂贵的瘦肉精叫西布克罗 加瘦肉精是要提高它的售价 它产 你怎么用这么贵的东西去喂食呢 那第一个不可能 第二个 这一些西布克罗 因为昂贵 因为稀少 台湾进口多少 其实都查得到 你寻限就可以去抓去找 那是不是你在实验室 检验了什么程序错了 我觉得第一个你要 你要去检验你实验室 有没有受到外来的污染 或许说你没有 我们实验室很好 那你送到第二间第三间去检验 我觉得这才保险 而且不能用同一块 同一批的另外一块 要广泛嘛 要广泛 那可是因为你单一案件 单一实验室 检查完毕之后 你说即使你检查六次 那因为单一实验室啊 单一采样啊 你检查一百次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那他有查出 同一批号的梅花猪肉 分布在不同地方 其实都是零嘛 都是零啊 唯有这一盒嘛 这一盒 这不是很奇怪吗 极有可能是你在检验的同时 是不是有 有程序上的瑕疵 那你不去检验你程序上的瑕疵 你就硬咬的说 我是吹哨者 人民的食安为重 厂商并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话讲回来 人民的食安 食安当然是最重要的 可是如果你这是一个 不是那么百分之百正确 不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检查结果 你造成是人民的恐慌 那这是不是有点认知作战 那厂商不是人吗 厂商不是人民吗 厂商的权益难道不重要吗 这些是国营事业 一般的中小企业 被你这么一搞全面下架 就完了 你觉得没死会半条命 来 易上哥 对 一方面是厂商 但是我觉得是厂商 本来就要对他自己产品负责 我还要讲的是消费者 还有很多很辛苦的猪农们 是 因为这个事件 其实我觉得 到底是不是吹哨者 就讲完 你讲了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尊重吹哨者 但是要讲的是说 到底这个是例行检查 还是检举的检查 如果是有人检举去检查 那个叫做吹哨者 我们要尊重吹哨者 我们要感谢吹哨者 但是我猜这次叫做例行检查 那例行检查 我除了科学之外 最重要叫政治 例行检查 检查出来叫做有瘦肉精 任何一个单位的主管 包含卫生局局长 你就知道瘦肉精叫关键自然 瘦肉精就 蓝银就嗨了 你这三个人检查出来的时候 他根本不管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叫嗨 因为你就要有政治判断 你作为政治官 你要政治判断 这种毒物 如果社会传播出去 你公布出来的时候 他会引起很多 不必要的政治纷扰 因为过去所谓的蓝银 在打政治瘦肉精 其实在打开放美猪进口 但是这批猪肉 台糖的猪肉都用本土猪 所以跟美猪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瘦肉精 它就是一个蓝银 会去攻击的一个关键词 第二个绿营也会去质疑 这个东西 因为所谓的之前的 拎北好油产业链 拎北好油产业链 臭鸡蛋证明都是假的 证明都是假的时候 但是他却影响了诞价 所以作为一个好的政务官 不管是卫生局的局长 台中市卫生局局长 跟卢秀燕 都必须对这件事情 谨慎再谨慎 你在公布之前 第一个你要复检 所以卫生署是对的嘛 就是你要先去复检 第二个你要追溯来源嘛 但是我要肯定台中市政府 第一个时间点他先下架嘛 那应该公告的时候 你要附带的说公告的 所有相关有可能吃到的产品 我都已经下架了 但是他不是全面性的 有关的产品 我下架了之后 我消费者才会安心嘛 消费者食品安全的照顾 绝对是重中之重 但是不要因为消费者的恐慌 影响到整个消费者到最后不吃猪肉 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嘛 某些鸡肉就变贵啦 那个牛肉就变贵啦 所以这些相关会变成是你政治上的问题 你作为一个主管部门 台中市政府卢秀燕 你是不够格去作为一个全面观照的 你只观照到说消费者吃得到吃不到 那你下架就吃不到了嘛 不是吗 你应该说我已经下架了 大家请放心 你不要影响到连你隔壁县市的彰化县 云林县都跳出来抗议嘛 因为我猪农要过年啦 我的猪肉如果卖不出去 我的猪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云林县政府 或者是彰化县政府的县长张立善 那也不是政治工坊 大家都不要觉得说张立善 这后面是韩国瑜 所以韩国瑜跟吴修宴 要选总统 都太够糟了 作为云林县县长 为自己的云林人 我相信张立善是为了他们的猪农 不要因为过年 农结好不容易可以卖一批大的 大家赚一笔 可以好过年 结果因为你卢秀燕的 这个单方面的公告 又没有解释清楚的情况下 害我猪农的猪质卖不出去 价格不好嘛 这个是云林县政府张立善 他的考虑嘛 我都不要觉得政治工坊 所以这件事情卢秀燕 你只关心到你自己的 所谓的卫生局检验的结果 不要跟我讲什么消费者食品安全 你只关心你的检验结果 绝对不是假的而已 你不是关心食品安全啦 你是关心我没有犯错 跟柯文哲一样 一切的错误都不是我的错 所以我就公告了 但是你做一个首长公告的时候 你要慎之又慎 连奖案都说要谨慎嘛 你先下架 复查查厂追溯来源 把所有来源的可能性 全部断绝以后 你再公告才叫做 保护消费者的食安嘛 你不是公告数字叫做 保护消费者的食安啊 公告数字只会造成消费者恐慌啊 消费者其他猪肉他怎么知道 有没有 因为你只公告了一盒 其实他也没跟人家讲 298盒没有 你公告了一盒 大家都会开始扩散 心里就会扩散 哦台糖有 那其他的有没有 哦是不是市面上 啊更没有 更不用说台糖 都还有公司在做检验 那在餐饭里面买的那些猪肉呢 没有做检验的呢 那他吓死不敢吃猪肉 会影响到整个市场价格 这个才是卢秀任犯的最大错误嘛 他没有解释清楚嘛 他只是捍卫他们自己官僚的利益 卫生局的相关官员的利益 我没有说他们犯错 他们可能不小心捡到了 或者遗弃的问题 刚刚那个遗传都讲了 重点是你作为一个政务官 你考虑的 就不只是你卫生局的权益而已嘛 你考虑的叫做全民的利益 而且不只是食安的利益 包含养猪的利益 包含所有所谓卖猪肉的人的利益嘛 这些才是一个首长 为什么要慎之再慎的原因 我觉得很关键啊 一个地方的首长 面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真理 一个真相的追求跟厘清 照到你这个SOP 他是很容易做这个连结 当你知道 这是一个整体的利益 你一出手之后 你的检验其实漏洞百出的 是要被挑战的 可是毫不考虑 他还直接把这个东西 诉诸于大众 他说我不知道台中市政府 这样一个过程里头 理当应该获得挑战 但是有吗 还是说我觉得观众 现在都不用追求真相 不需要 当真相要被揭发时 来面对你时 他也不想去面对 他宁愿相信 就是有啦 通通都不要吃 是吗 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 这跟卢秀燕的个性有关 因为他一直强调他妈妈市长 那他诉求就是说 我就是有验到嘛 我当一个市长 我就是我们验的就是有 管他是不是污染 我们验到就是有嘛 那我当一个市长 我验到有 我通报 然后我下架 我不希望我的市民吃到 那他至于为什么会有 那不是我妈妈的事 我妈妈市长的事 你去问台唐 为什么里面的东西有 那这种话台中市民听到 台中市民就说 你看这个妈妈市长很好 其他县市 你看其他县市的县市长 都没有什么感情 你看这个妈妈就照顾我们 一点点都不可以有 那这个诉求在台中市很强烈 那卢秀燕长期也都 形成了这样的印象 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他接下来 后面会有什么其他的 这个事件 他也是这样弄 他一定会这样弄 厂商 台中也非常多猪肉厂商 这厂商不是台中市民吗 不是 台中市民的权利 他们也是人啊 你要照顾人民的健康 然后呢 这些厂商的台中市民的权益 就不用去兼顾他 就不用照顾吗 不用考虑吗 那我请问 不是厂商的市民比较多 还是厂商的市民比较多 对吧 那他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一个生产的公司叫台糖 台糖是国营事业 那是你民进党执政 所以你的国营事业里头有状况 所以你民进党要不要负责 所以食安问题就是以政治对抗来解决 食安问题就是动辄 就以政治斗争来面对 是吗 台湾要走这样了吗 现在又遇到过年嘛 那可能这几天 如宣又出来讲说 说我相信 他会这样讲 我跟你打赌 他一定会这样讲 就台湾的本土猪啊 不会用这个 我相信所有猪肉都不用这个 因为台湾本土猪最好吃 搞不好他过年他也去吃猪肉 他会安排这种行政 然后他就说台湾的这个猪肉很好 不会用这个 问题他实际上要做什么动作 但是 但是 我在台中 我身为市长 我们就是验到这个 所以请台糖说明 台糖你要出来说明 为什么里面都有 台湾明明没有在用这个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说明 所有拖有批 一头猪里面只有 不是一块喔 这一包这一盒喔 这不是 这个几率是多少 不是但是 这不是很怪吗 这是非常罕见的啊 小心点 你知道卢秀燕的操作的模式 他讲完这些话 这个图卡就在台中市散发了 然后接下来只要骂台中市的 骂卢秀燕的 都会被认为说 人家妈妈市长那么用心照顾我们 别的县市不关我们的事 是那妈妈市长很在乎台中 所以台中他不允许有一点点的数字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骂他 难道我们要吃那些毒吗 好 然后今天就 昨天就有媒体公布 首长满意度 对 你记得 哇这个时候这么巧 卢秀燕只要发生了危机 这各式各样的危机 你去给他检验 他只要每次快有危机了 民调就出现了 危机民调 就这个民调都 就是 不管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或者是马上做了 就他只要快遇到危机了 丢出来他都是第一名 所以最近公布了他有第一名 没有错 昨天公布了 所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 然后他这个第一名呢 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啊 他就会再做广告 做新闻 做电视广告 然后大家过年 对不对 过年在家看电视看广告 哇卢秀燕第一名 卢秀燕这么照顾市民的死案 那你这些民进党的 你们还要骂他 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 他讲他说我们台中市 就是不能验出来啊 我现在验出来了 我跟大家讲 我到底错在哪里啦 那你再跟他讲 298比1 298都没事 就哪一盒又是 他说我连领都不可以 可是我觉得对过程 有一点尝试概念的人 会觉得你台中市政府 你到底在做什么 而台湾动不动 动不动 让这一种 不是完全呈现真相的消息 快速去蔓延全岛 然后快速造成社会的动荡 大家不去塑本证源说 这个事情有问题 有必要这样做吗 台湾真的怎么样 容易被这些 我不能说他是错新闻 我也不能说他是假新闻 但是他就是 不是接近所有的真相 而且充满了诸多的疑点 所以现在连知识分子 所有年轻人 所有的一般老百姓 这里头的脉络 他的疑点重重 都无所谓 反正通不要 不要吃就好了 让猪楼萌兆损失 让国营失业 反正国营失业 无所谓 那如果换作是中小企业呢 万一你完全错杀呢 来 这余将军怎么看 当然尤其在过年前 台湾的人民对于猪肉的需求 远远高过牛肉 那么猪尤其是大家 因为进口猪以后 大家绝大多数 希望买本土的猪肉 那这时候本土猪肉出问题以后 如旭文就会营造一个状况 我在公布真相 中央在掩盖真相 他就是要这样 我不断的用我的小虾米 对上大鲸鱼 所以我就要揭露真相 下一步如旭文会做什么事呢 他会透过台中的这个卫生局 到各个猪肉的厂商去 给他一个所谓的安心标章 我检查过了没问题 这我检查过没问题 都没问题 本来就没问题啊 这个标章是多的 那可是猪肉上要不要 要啊 我贴上这个安心的标签之后 就表示是OK的 那他又告诉大家就是 我台中因为比较敢公布 所以我的安心标章 比中央的还有效 那这叫什么 这不就是对抗吗 那你认为所有的高等教育 或者受过一些科学思考方式的人 大家想好 安全就好 有谁没有事 会去真的去钻研猪肉 到底有没有问题 你贴了标章就OK了 那他检查出来是事实嘛 那他又给我们一个 食安的环境也是事实 那卢秀燕的政治声量 不就水涨船高 立刻高起来啊 然后其他各县市 他只要讲很简单 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都检验过了 那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地方 跟中央对抗的模式 因为王必胜出来说 你有几大疑点 没有问题 卢先生说不管几大疑点啊 就是有啊 就是有啊 那你检查再多 我不管啊 我就是检查出来了 所以我才讲 单一事件 如果以偏概全的时候 这种状况有多可怕 非常可怕 人民会焦虑 厂商会害怕 厂商害怕 人民买不到猪肉的时候怎么办 希望获得一个解决的方式 然后我丢出的问题 我再丢出解决方案 我再去检查 没问题这个市场OK 这间冷冻公司OK 这家猪肉厂商OK 甚至台糖除了某些部分以外 我都检验OK了 我出的题目啊 我丢出的问题 我来解决啊 那中央只是一直在盖 他就已经到这个现象 这个跟我们上次那个 坏蛋的事件一样 进口鸡蛋一样 那那个鸡蛋不是有绿色的嘛 对 那那一颗是不是进口了 那一颗是进口的嘛 假设它是进口的 那它是绿色的嘛 所以进口的鸡蛋里头有 彩色的绿色的鸡蛋嘛 这我刚刚讲这个话 没有一句错的 那简单来说就是 进口的鸡蛋是败了 你知道吗 对 全部都败了 全部都败了 没有可能去买到败了 对 就这样 所以价格就掉了 然后开始滞销了 然后从一开始拦住土耳其的鸡蛋 然后变成是巴西 巴西全面全面通通滞销 发现是假新闻 对 发现是假新闻 然后知道这些假新闻 这些人 就是怎么还因此上位 所以我才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卢秀燕这个棋下的 看起来是很稳 但是虽然危险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的实验室检查出来 别人没有 对 那是别人不准 还是你买猪肉中了乐透 对 所以大家万会回归到这间实验室 所以卢秀燕看似在保护台中的 这个检验人员 基层人员 事实上是把压力全部压他身上 那这个检验人员 最后他的检验过程 他的检验的工具 会不会受到更精准的检验 那这个时候呢 卢秀燕就会讲 你看来打压我了 给我们的基层检验人员压力 其实必须要正本庆源讲出一个方式 因为要找出问题才会这样做 并没有去归咎第一线人士对与错 我昨天在节目上举个例子 就是我以前在领口装甲师 担任连长的时候 我报过一个乌龙爆料 就是一样在春节的时候 以前在领口没有这么多的房子 是一个平坦的台地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反空降 防止共军在这个台地上空降 因为台地比地面高 空降到了距离快 所以我们是空降台地 所以我跟所有的弟兄交代 只要有看到降落伞 立刻回报 因为这是重大事件 所以就有一个弟兄 那个弟兄 其实平常是很主动积极的好弟兄 他就一个电话回报 爆料发现了20多个伞距 在领口台地空降 这还得了 这还得了 这是重大的战备事件要开战 那我跑出去后 我望眼镜一看 在远远处 的确有几个像降落伞的方式 在那里 我就一个战情电话 回报到上面去了 后来搞得整个北部的军团 大战被大动员 最后我被寄生戒两次 因为那不是降落伞 是天灯 是天灯 对那你看这个事情严不严重 很严重啊 非常严重 那我认了我被寄生戒 那这位回报的弟兄 我没有处分他 我说因为我判断不佳 你跟我回报了 我没有很仔细的判断 为什么在那个零点几秒的时间 我要决定要不要回报 那我又望眼镜一看 的确像个降落伞 可是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天灯是往上的 降落伞是往下的 我发现那个天灯是越来越小 可是我却在那么紧急状况下 我说对降落伞 我就做了回报 所以所有的首长不要间列欣喜 无论你遇到什么状况 再紧急冷静下来 再回报 因为你的回报 因为你是有公权力的人 你的回报会造成什么 社会的动荡 所以我这是二十多 应该是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的事情 我的亲身经历啊 所以以后我再遇到 再紧急的事情 先求证 看清楚再回报 一样的状况 军事如此 战备如此 你当一个市长 一样是如此 小心姐我再补充一下 是 这个生产这个猪肉的那家公司 叫台糖 对 那假设这是一个很大的包 那出事的时候 董事长要不要下台 理论上国营企业 要 出很大的包 要不要下台 这董事长是谁 韩国瑜的副市长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国民党没有人叫台糖董事长下台 然后红中央的职责 就是杀到那里去的时候 发现说自己人 然后先踩上 所以现在没有人在怪台糖 没错吧 然后就直接杀王毕胜 就再往上杀一个 要王毕胜下台 检验单位 而不去找这个生产的单位 因为生产的单位的董事长是韩国瑜的副市长 即使你要台糖董事长下台 我觉得也没有道理 对我是说 你知道吗 照道理来 就那么一盒啊 而且你这一盒 为什么只有你台中市政府 你这个地方验出来 我就说你吃点不可能 这些豬都吃 这些客制化 我给你吃这个瘦肉精的质量 不可能嘛 你吃整个豬肉精 如果瘦肉精 怎么可能只有 还不是一块那么一盒 那一盒 这是不合理嘛 这种尝试都可以判断了 慢慢的政治人物要知道 你们不是网红 真的不要学柯文哲 不要网红正式学 我说这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关键词叫做瘦肉精 所以听到瘦肉精一发布新闻说 我说真的可能他们在 我都先不过来 就是不要政治怀疑 可能基层单位他们有一定的SOP 说我检验到什么就要公告 那卫生局局长可能也没有政治意识 我就公告了 但是瘦肉精这三个字 就是蓝营会嗨的东西嘛 他们在网友或者是网红 在嗨的过程 包含徐晓鑫 在嗨的过程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考虑到说什么 台糖董事长是谁 谁是谁都不考虑 他们只是赚声量 但是嗨他不能完全没有尝试啊 因为 你看就是瘦肉精在 这个是一点基本的判断能力都觉得有问题 没错 但是网红政治学 不会去判断所有的政治关系 网红政治学 只判断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有没有流量 瘦肉精这个关键词 我就不断强调 瘦肉精这个关键词 在蓝营是有非常大流量的 一听了就嗨了 他们也不管是本土租还是外国租 反正就瘦肉精就是民进党 王八蛋 就这样子 你把这些食安全部 转为政治动作 政治斗争 转为选票声量 老百姓的权益是什么 没错 网红先烧起来 所以变成是卢秀燕不得不因应的 或服音者蓝营支持者 他们的那些声量的需求 他一定得骂中央 我说这个就是网红政治学 柯文哲带坏了所有的东西 因为他要收割这些声量 卢秀燕为了说避免这些声量反弹 所以他必须讲几句话去安抚那些声量 他必须去对抗所谓的民进党政府 所以才导致卢秀燕讲出那些话嘛 今天我要讲的是说 网红政治学 为什么这么糟糕的地方 就是包含未来要禁足大卫人 包含你柯文哲 齐环空浩子衣 他只要穿上紫色衣服 所有全国的紫色衣服的布 全部都变贵了 这个东西就是你会影响到整个国家 跟整个市场 一言以新邦 一言以商邦 为什么蔡英文700多天 人家被柯文哲笑说700多天 开记者会 虽然是假话 根本是谣言 这句话也是谣言 他们都有开记者会 而且他都有写脸书 他都有对政策发言 但是为什么慎之又慎 一言以新邦 一言以上邦 如果做一个总统 大家都学柯文哲这样子 学卢秀燕这样子 不断的去把所有的责任 去怪罪到别人身上 不断的去不在所谓的科学的依据底下 去认清整个事件 而且把所有的民心先安抚完之后 为什么说我非常 王毕胜做得很好 他没有说你检验是错的 他第一个是要复检 包含今天食药署说 没错 那一盒的确是有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先做了 所有下架查场 包含饲料株汁全部查完之后 说其他的都没有 只有那一盒才有 你会觉得太神奇了 不是 我现在不管神奇 至少卫生署 政府告诉所有民众 一件事情请安心 跟其他猪肉没有关系 那你先安心完之后 再来追索说 那一盒为什么出事 我没有说是谁的问题 谁故意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政务官 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人 你必须有责任先安抚民心 这为什么王毕胜说 你要做一个领导者 你必须要更多的考虑了 你不是说我急救张 我就先骂再说 王毕胜 有没有第一时间说 你台中市是做假的 没有 他希望你要严谨一点 你要谨慎一点 要谨慎一点 他没有说是假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 所有的东西都查过之后 才证明那个是有检出的 因为所有的查过之后 我所有民众 不会恐慌的时候 我们再来问 为什么这一盒有吗 这个才是真正的 作为一个政务官 应该要有的职责 是 你知道最近 大家都心情 很多不太好 我觉得台湾当前 当前现在的危机 不在于韩国瑜 当上立法院长 我觉得当前这个危机 就是从这个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事情不求真相 我觉得造谣跟草率 做这种行政措施的人 固然很可恶 很不可取 可是某一种程度 你去相信一个 不是真相的事实 也有它的可怜之处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民众 对于很多基本的事情 没有判断能力 人云亦云 在证据人物说 我们不能让吹哨者晋升 这不是吹哨者 为什么台湾会变成这样子 可能不是台湾 现在全世界 都有这样的危机 我们以前在追求真相 或是了解一些新闻事物的时候 官方的报导 我们视为最终的一个正确答案 现在官方报导 变成说台湾才该真相 这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因为网路太发达 很多人可能成一种短影片 或者是什么TikTok 就有很多很多这些政治人物 非常简短 10秒15秒的一个短语 大家看过之后说 你看真的吗 真的吗 那因为这个短 而且它比较不枯燥 会变得大家浏览率非常高 所以刚才易三兄讲的流量 流量即使是一个错的事情 它100万次转传之后变真相 你把食安完全以政治的方式来面对 透过网路 把食安透过了政治斗争 对 然后不还原它的真相 变成鸡飞城市 你不会去决定它的来源是真是假 但是你只要看 哇100万人在看 它一定是真的 反而是官方公布的事情 因为很冗藏 可能看的人只有几千人 他就觉得那是假的 所以这是全世界的危机 必须要想办法翻转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 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 已经不是现在当选最危机的事情 最危机是台湾弥漫这样的一个氛围 而且当真相希望被揭发 当真相来面对你的时候 很多的老百姓包括了知识分子 可能已经不太相信真相了 相信的是你所看到的一些谣言 跟中间过程不实消息 非常谢谢三位 也谢谢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那么在接近我们的订阅户30万 30万的订阅户同时 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再一年多的一个支持 我们会持续加油 而且持续挺进 留住台湾的声音 我们再会了拜拜 30万的订阅户同时 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再一年多每一个支持 我们会持续加油 而且持续挺进 留住台湾的声音 再关怀 好 谢谢 郭敏堂今天的总场会 参选人比第一学人 还少 因为这没用啊 他们两个 他们现在从2025 我们应该要选一次啊 所以一般次没有 对 OK 奇怪 OK 对对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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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公布 我可以相当厂商的生物的机会 这种以厂商利益为优先的出色 完全忽视人民的事与解决问题 不过检验出了问题 没有立即警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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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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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订阅